那我凭什么来度众生 度众生就是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破灭开悟 离苦得了离苦它就得到了 那要先帮助自己破灭开悟 所以我们修福 为什么修福 也就是这第一月 我们看到自己苦 看到众生苦 自己想离苦得了 也希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了 就为这一桩事情 用什么方法 释迦牟尼佛用教训 一身教训 我们走他的路子就对了 这个是早年张安家大师教我的 劝我出去 叫我读释迦谱 释迦方志 向释迦牟尼佛修习 我们这才完全了解 那师尊成道之后 全心全力 在讲经教训 培养人才 跟讲经教训 同时完成 十一三档中 品德好的 这最重要 佛法里面品德好 就是这些 戒心好 能吃苦 能忍辱 这个基础好 然后再看这个人 有没有记性 他听完之后 他能记得多少 理解多少 那这就是 红法人才 必居的条件 记得好 理解得好 就被宣传出来 干什么 佛讲 讲小作 听佛讲经之后 找个时间 把佛所讲的 重复讲一遍 给同学听 给大众听 要知道 佛这个团体 人很多 常随弟子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 出家中 还有在家中 不是常随的 来到这个地方 住几天的 住几个月的 也有住上两三年的 就离开了 很多 先来后到的 不一定 这事太多了 所以 集结金藏 不记这些人 因为他们不常在 那么这些人 来看释迦牟尼佛 来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佛重要的事情 当然会 给他们说 佛说了 以后统统集结成 很紧张 像四大汗里面 都很短 那都是接近 一两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 所说的 这个统统 都算在 三百余会里头 大的单元 佛有的时候 讲一两年 两三年的 都有 大单元 还有就是 小的短的 那都是一两天 两三天 这种情形 我们都能够 想象得到 那么佛的这些 优秀的弟子 可以在这些人 面前 佛讲 讲给他们听 讲得很好的 修行 佛不管 师父 领亲们 修行在过来 清理自己的事情 修行 都离不开 禅定 法门虽然多 是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门道 全修禅定 念佛也是修禅定 修行终极的目标 是开悟 心让你得定 得三位 然后 定久了 就有 机遇 豁然 大悟 智慧开了 智慧开了 你一切都通达明了 你才可以为人死 凡是智慧开了的人 那都都是菩萨了 阿罗汉 阿罗汉菩萨 佛常常 派避 他们 到周边 四位 去 将近教学 把佛陀教学 尽量的 把它扩大 这些人 常年 在外面 他有缘分 有法语 有个小道者 每一年 雨季 雨季出去突破 不方便 不出去突破 居行 向安居 发挥 三个月 这三个月当中 回到 释迦牟尼佛的身边 接受再教育 你看 九个月 教化众生 三个月 回去 再提升自己 接受再教育 佛的这个教育制度 好 这三个月的时候 大家都在外面教学 的人回来 可以互相再 研究讨论 你遇到哪些困难 你怎么解决的 大家来共同分享 普遍提升自己 接受佛的教诲 佛通常是讲一步不大进 宗教你不断向上提升 杨幻灵魂